我不知道你这设的始营是怎么设的 一般按技术分析来讲 通常来讲是一个波段一个波段怎么设 像这个当初设的时候 应该设到什么呢 就低一点 给它这个波动流出一定的空间 是这样 像这只股票一旦回调的时候 还是可以进 所以怎么样 也就是说 今天的课就是给大家 让大家有个准备 未来没有机会 那就拿到 那一旦有机会出现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入场 而且未来大概率时间会有多次机会 而且还不是一次机会 也就是说这一天实际上是一次机会 这就是上次股市回调的时候 那么这就可以入场 所以设那个 就是说具体怎么设这个 子营这个事呢 我在这里边就说的 多唠叨几句 通常来讲呢 都是按照那种 就是技术指标来设 你比如说 你按照这种 支撑为阻力位的位置 你想要说这地方入场的时候 你设子孙子营是什么呢 就按照这个位置设 这样呢 给它有充分上下波动的这么样一个空间 尤其像这种 就图形已经突破前期震荡平台 要这种调 对吧 刚才有个朋友讲了 就寒有多长 树有多高 那它盘整的时间越长 像这种 那它爆发起来呢 它就越持久 你想这种的时候 就一定要把它上下浮动的空间给留住 好吧 这个是 设的阵是有点高 就是离它的下位呢 有点近 不过没所谓了 以后机会还会出现的 好吧 所以大家不要在这里边混都混是 好 我们 可以 波云这股票 我们83年做过几轮 在这里的手上做了一轮 就在这段摆入 这一轮 那么在这里时候 又一轮 大家看 如果画个趋势线的话 这只股票 如果有的话 可以拿一段时间 这只股票如果有的话 可以拿一段时间 实际上这只股票 最好在这波动区的时候 做那种 就是那种 气旋对冲 是比较舒服的 这只股票可以拿一段时间 那他这个东西还问什么呢 上稿 原油的操作车里是同样的 看这地方什么呢 正好是到他的这个 就阻力位的位置 对吧 到他的阻力位的 我不知道这个朋友 他是多钱买的 这个操盘策略是同样的 这边有些股票 期权对冲是什么意思 期权对冲呢 是这么个意思 也就是 好像我这一星期天 我 他是这样 也就是说买卖股票的同时呢 用这个期权 那个本身呢 做他的这种 就是说的双向的这种 一个保证 那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增大你盈利的概率 减少你亏损的概率 这是一个就各大基金 都用的这种方法 比如说通过他呢 可以给你加一道这个保险 如果说 每个季度各大基金 你像杰皮摩根啊 高盛啊 他们如果把这个 就是说他们的持仓的表格 你去看的话 他们基本一个季度会报一次 那你就看到 除了有股票之外 他们还有相当量的这种 就是说那个期权做对冲 因为你如果长期做股票的话 你必须得有期权对冲 来做一个保证 来防止这种股市大起大落 所以这就是 没有给大家开的这门课 20块钱 你是问20块钱能不能进 是这意思吧 还是说你有啊 完了设置指引设置到20块钱 我这里边有点没答 看懂你这话的意思 买入啊 OK 你在20块钱买入的时候啊 就这只股票吧 你如果从长期图形看呢 你看它是一个什么形态 它不属于那种 就是上充力量很足的那么一个形态 你看到没 这个是这都是横盘了多少年 就在这个位置就是26块钱 我这个是个五年的图 也就是说从四年前一直到什么呢 一直到了19年的这个七八月份吧 这地方积攒了大量的股票 对吧 这么多年 三四年这个交易都集中在这个区域 那当这疫情来了之后全都被套 回调的时候到这儿 它肯定会被打下来的 所以这只股票它不是那种就突破横盘 一个成长股 就像那些高科技股票 所以它有可能在这个区间震荡 它不会有那种 就在近期那样 很难突破这几年 积攒下来的这么大的一个压力盘 就是阻力盘 所以它跟这些高科技成长股 是不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 我主动给大家推荐的股票 都是那种高科技成长股 不是这类 所以你愿意做的时候呢 我觉得你说20块钱能不能进 有可能行 但是呢 就是说你指望它给你带来太大的利润 这个很难不太容易 好吧 这就是三号 波音不一样 波音是啥呢 波音是被打下去了 之后呢 现在就逐渐恢复生产 所以它从底部往上走 这么一个过程 另外一个 波音由美国政府给背书啊 美国政府给了它多少 美国军方给了它好大的这个单子 就军用飞机 美国政府呢 又保它 它困难的时候 美国政府给投了好多钱 同时美国各大航空公司 也给它大额的订单 所以这是有几家都保的 也就是千顶币读个苗 在美国来讲 你三号这个东西 对加拿大重要 对美国来讲 你可能都不值一提 所以 它俩的分量是不一样的 好吗 所以你问了这个 就是 你问这个波音 别上考 你要注意的话 我可能语气都是完全的不一样的 好吧 这英特尔呢 英特尔你看那个股票 股票讲股性 股票跟人一样 它是有股性的 你看它是属于什么股性 你看 这个上下波动的这个股性 对吧 这性格 所以它的策略 还是刚才我讲的策略 下跌的时候再买 好吧 嗯